说起网络红人 S型女人芙蓉姐姐 无疑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这个靠发表略带夸张的个人写真 迅速走红网络的美女姐姐 称自己为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士 成功继身娱乐圈 与众多美女分一杯羹 多才多艺的她 从不在乎那些世俗的谩骂 坚持走自己的路 凡是看过芙蓉姐姐减肥的 前后照片对比的人 无一不大呼伤不起 前段时间 芙蓉姐姐晾起来 像某活动 暴瘦一圈的她 穿着水红色景深裙 惊艳亮相 卓是让现场观众激动了一把 而她之前拍摄的一组 娇媚的喷鞋血针 配以芙蓉姐姐聊人的情话 不仅引来网友声浪般的讨论 这组血针 芙蓉姐姐手臂和小腿 明显瘦了一圈 不过胸部仍然是波涛壮阔 滋毫未见减损 看来确实是减肥有功 她本人也曾在博客中扬言 才减了三天就掉了2.4斤 如今芙蓉姐姐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努力 也让我们看到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她 现在芙蓉姐姐体重只有85斤 网友调侃说 不知这肉是剪下来还是抽下来的